这个演绎叫什么呢 抢地盘者 红楼梦呢 大观园撩妹者 那我估计那是个贾宝玉 那可不就是个贾宝玉嘛 就跟你一样贾奶酿嘛 六年没见以后不如不见 冰苹果要送出去 杨阳来了 你别腼腆 你看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去年你拍了一部戏叫什么 微微一笑 很清晨 可是你在戏里一点都没笑 今天竟然杨阳来了 我们现场测试一下 他到底会不会笑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杨阳 给我们表现一个 中了一百万之后的表情 你先少 好 你还先少 中了一千万以后的表情 好 你看 中了一个亿之后的表情 一个亿给我的表情 好好好 不要玩 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证明这个杨阳是会笑的 笑起来也很可爱 好 算了 不为难你了 为难下一个 年度人气巨星 杨阳 微微一笑很清晨中 她全世的肖奈 被誉为少女心烧割机 展现了她 不仅是少女偶像 还要作为一名演员的努力 与认真 好 恭喜杨阳 有请 上个庆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很激动 黎叔在这儿 有点紧张 感谢 为了一下很清晨 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会继续地努力 做一个好的演员 做一个好人 谢谢 请指推荐人 助理编剧 王丽萍女士 演员杨阳 大家晚上好 我是编剧 王丽萍 王老师 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觉得 演员的号召力 源自于哪里 我认为一个演员 要有号召力 可能 他只要有人品 也要有艺德 还要有演技 当然还要有个性